华莲縣酌西鄉112年度全鄉社爾濟活動 是在酌西鄉的多功能綜合運動園區舉行 而社爾濟是布農族整年度最盛大祭典 縣長學中衛特別道場和族人一起來參加 也允諾他會全力支持規劃整個廣場 讓酌西鄉因為社爾濟盛世 要把鄉民鄰居在一起相互觀摩 也能夠參與傳承 這就是布農族社爾濟的宗旨 活動開場帶來名腔祈福的八部和音 呈現布農族享譽國際的天籁之音 為這場部落活動增添視聽覺的文化震撼 重視部落文化傳承的花蓮縣長徐正衛 4月15號走訪酌西鄉社爾濟 暨傳統技能競賽活動開幕一室 勤勉年輕人深耕部落永續傳承圓民文化 西鄉要承辦全國布農族的 攝爾濟大賽大會 我想我們大家一起以花蓮人 在辦喜事的精神我們共同來努力 所以花蓮縣政府 我們花蓮縣政府支持2000萬 在這個工程裡面好不好 謝謝 我們一起為我們自己的文化傳承 還有花蓮所有的文化以及觀光 所有的美好來繼續延續繼續推廣 部落傳統技能競賽包含了傳統島米 劇目比賽 負重比賽以及生活主辦 透過設計 展演以及部落傳統技能的競技 不僅使族人了解記憶文化的內涵 更象徵共同溫習老祖先所流傳的生活技能 運用智慧永續傳承 現在已經有完成的是4月1號 第一個完成的是太平村 倫天部落 濁青村 還有我們的古風部落跟白端部落 緊接著 是我們的石平部落 還有濁西村跟倫山村 也歡迎我們所有今天與會的來賓 馬達人家們帶著民旗群 都可以到這幾個未完成的部落裡面 參與部落的設計 縣長至此表示 宇諾全力支持規劃馬夏廣場 佐西鄉因設計盛事將族人凝聚在一起 相互觀摩 共同參與跟傳承 就是布農族設計的宗旨 記者高雙雙 佐西鄉採訪報導 zug斬 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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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